不同于以往鼓励银法组长辈活动 多是着重在身体及四肢运动 减缓避免失智而已 这项比赛还着重在口腔各肌肉的训练及运动上 台湾许多县市陆续迈向超高龄化社会 机动室也不例外 因此为了减少长者失智及口腔肌肉 退化所引起的咀嚼等问题发生 机动室卫生局医症科特地结合牙医师 营养师职能治疗师以及物理治疗师等工会 办理全国首创异口同声失智不上身的竞赛活动 鼓励长者走出家中多活动 更推广口腔运动操强化口腔咀嚼的功能 我们在三个多月前 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社区的不同的据点 包括我们的失智据点 包括我们的日照中心 这些他们的照顾服务员来这边 被我们的基隆的牙医师工会 我们的牙医师帮他们先上课 老师先上课 上完之后回到家 回到机构里面 回到这些据点里面 再去照顾我 教我们这些长辈 这些长辈每天练习练了三个月之后 今天来这边做比赛 我们总共有14队来做比赛 那这个异口同声操呢 就是让我们的口牙都要健康 因为我们知道 我要嘴巴要能够咬得动 薄的叮噹吞吞下去 吃得下 我知道吃不饮用 我知道健康 我知道没失智 所以我以前我们的运动 常常是起脚挡手 今儿我也要动口 在了五十六十岁以后啊 那我们整个唾液线啊 也开始退化 整个吞咽功能也开始退化 所以就容易会有肝口症的问题出来 然后还会有容易吃东西 会有嗆壳的问题 所以我们设计这个动作呢 会有一个按摩唾液线的这个动作 比如说像按摩二下线啊 然后这里按摩 然后这里 这三个地方都有唾液线 那借由这样子的按摩呢 可以刺激那个唾液线的分泌 让我们嘴巴里面 口水的分泌量变多 那这样子在吃东西吞咽 就比较顺畅 对 那还有一些发音的训练 比如说卡卡卡 啪啪啪啦啦啦 那这几个动作呢 就训练一些舌头 还有卵饿的这些动作 我们建议呢 长者呢在每天饭前 就可以花个五分钟六分钟呢 照这个动作做一遍 那做完了以后呢 你的唾液线的分泌也变多了 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 就会比较顺畅 比较不会有嗆壳的问题 除了长辈们分组比赛之外 现场也由牙医师 营养师 职能治疗师 以及物理治疗师 等各个工会 设置不同训练摊位 提供长辈和小朋友闯关活动 应邀出席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也率先玩游戏 试试看自己的口腔肌肉功能 让我们的长辈有机会可以在地老化 在地老化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 但我们只有市议会 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们接下来这个城市强照的发展 我们会持续关注 也希望我们在地的长辈 大家活得健康 活得开心 我们的小朋友 大家也可以放心 包括市议员秦曾 以及许瑞慈也到现场参加 为长辈们加油打气 同样肯定卫生局和各工会 一起举办的这项 异口同声 失智不上身的竞赛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